音樂 以宜家整體的大目標 其實它是2030年要完成百分之百循環經濟的目標 要各種的面向去達成這個事情 這個步道步專案 希望是可以把我們店裡面 不符合販賣使用的一些布回收再利用 像是循環經濟這樣 看看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可以把這些產品再變成原物料 重新再產生新的產品 比如說這些被套、窗簾布 店裡面會有一些展示的需求 或是說消費者有一些退貨的時候 可能這個完成的商品 它已經不符合販賣的品質 我們通常的做法是會用報廢的方式把它處理掉 但是藉由這個案子 我們就可以再拿回來用 在原物料進入紡織廠回收體系時 會是這個專案執行上面最大的困難 挑選出適合回收方式的這些品項來做回收 以技術來說 會先把大塊的布切碎 再經過融融加工處理 讓材料像是麥芽糖一樣做一個流動 然後切粒 然後再把這個切粒經過融融紡絲的一個工藝 就可以仿出比人的頭髮還要細的纖維 霧道部本身就是一個比較新的運作模式和技術 所以在自然的部分跟技術面上面的討論 也會碰到一些困難 不管是在實際上運作的考量 或是在技術上 然後額外再加上成本的考量 都會有一些限制存在 這是國內首例肺部圈循環回收模式 感謝經濟部工業局 品牌供應鏈對接機制 也謝謝專案各階段的合作夥伴 遠東新世紀易城行 既然是剛才為地的